作为全新设计的新一代战斗机挑战与超越是胡鹰飞机研制贯穿史中的主题 中国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航空工业沈飞 参研人员12日在沈水之冰对人民网记者说 胡鹰飞机是航空工业沈飞着眼于未来国防建设需求 积极探索航空武器装备研发体制改革 针对国际市场需求全新设计自主研发的第四代双发中型隐身战斗机 具有雷达可探测性低红外辐射特性低 作战半径大代弹能力强综合保障能力优异等特点 该机的研制成功可使我国形成高低搭配的四代机战斗体系 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同时拥有两种第四代战斗机的国家 2014年11月11日编号31001的胡鹰飞机在第十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日进行了飞行展示 这是中国四代战机首度公开以实体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 也是中国航空装备史上第一次有国产战机在研制阶段公开亮相 2017年6月19日至25日经过重大改进升级的二 林伯湖音模型机首度亮相布尔歇展览中心 在第52届巴黎布尔歇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高调经验 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热议 航空工业沈飞组建于1951年6月29日 是中国航空工业发祥 第1被誉为中国舰级机的摇篮 接待沈飞人心火枪船不懈奋斗 添补了一系列国防建设的空白 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胡鹰飞机作为中国航空工业开拓国际军贸市场的一款先进的主打产品 是沈飞的又一个第一 中国航空军贸产品普气因此进一步丰富 实现了由二代机向三代机三代机向四代机的巨大跨越 人民网记者从航空工业沈飞获悉 为了实现胡鹰项目快速试制的基本要求 航空工业沈阳厂所组建了沈阳新机快速试制中心 整合内部资源组成高效运转的联合工作团队 全新的设计思想数百项关键技术公关 新一代机的管理工具和手段 都是摆在研制团队面前的印象象艰巨的任务 中心采取场所 远小联合试制的工作模式 充分发挥起技术前沿的优势 按照共同开发 共同投资 共担风险 共享利益的四共原则 进行联合试制 成熟一项安排 一项 场所间建立了协同工作平台 实现了飞机设计域制造的有机结合 涵盖了工程数据发放接收 产品数据构型管理到工程更改 省先流程管理 产品有效性管理 推进了场所数据 无纸化 网络化和数据实时共享 实现了数据原为一 缩短了研制周期 提高了技术状态管控水平 降低了试制成本 中 新采取装配集成管理模式 打破以往的传统专业分工 形成临时联合制造团队 在部总装阶段 调集部总装专业厂的力量 及相关职能部门 工作包分包的管理模式 开展工作 并承担相应的技术 质量 进度责任 共同完成 胡云项目的装配集成工作 管理模式的创新 大大缩短了胡云项目的研制时间 三个月完成详细初步设计 六个月完成全机制造数据及发布 是三个月实现首飞的一系列的设计 制造速度 创造了国内军机研制的新记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哲